如果你想小提琴拉得好聽有什麼辦法呢 第一件事你要跟自己說我不是要拉得好聽 如果你是初學的話 先不要想怎樣去拉得好聽 你應該先去想怎樣不要拉得難聽 你有幾個情況是會令小提琴拉得難聽的 第一件事就是你的力度過大 如果你是拉G延的話 你要知道那個力度是會有變化的 你不可以用拉G延的力度去拉E延 為什麼呢 因為E延很容易拉得響 但G延因為比較厚 你用拉G延的力度去拉E延 音色會很難聽 比如你拉G延 G延本身的延夠粗可以承受到很多的力 亦都不會難聽 但你試用這種力度去拉E線 是好像一個人慘叫 所以第一件事要留意一下 你會不會那個力度是過大 力度過輕也不好 你用拉E的力度去拉G延 不會好像慘叫 但又會好像風吹過一些動月的音色 很多時候如果你右手太輕 左手亦都會很輕 左手輕到如果你沒有按到落底 你直接聽不出那個是什麼音 所以大家要留意力度 第二件就是你的右手手腕會不會很生硬 如果你的手腕不懂得調節 你要知道拉下半弓 拉公斤和拉公尖 手腕的形態是不同的 拉公尖的時候 你的手腕要有一點點向前推 然後當你慢慢的工去下半弓的時候 你手腕是應該向內曲的 如果你的手腕是不懂得調節 一拉的時候經常都是這樣的話 那你會看到那支弓就是 那怎麼會好聽呢 第三件要留意的就是你的手腕 如果你的手腕是不自覺推前的話 或者你的手腕是觸碰著琴的話 那又是會很容易拉一些不準的音 正常譬如D線1 2 3 4 大家看到四手指很容易按下去 其實就是那個音的了 如果你記得手指哪些要貼上 哪些要分開的話 即是如果F-Sharp和G是貼上 G和A是分開的話 而你的一手指很有信心的話 你理論上是很難把這些音拉走 什麼情況你會把這些音拉得不準呢 就是你的手腕推前 或者你的手腕是貼著琴頸 你如果手腕推前的話 你看看我連手指尾都觸不到 那我怎麼可以拉準的音呢 很多時候我跟學生說 他不知為什麼手腕會這麼緊張 我經常叫他不要用這支弓 然後他按這四個音是沒有問題 但是一加上這支弓的時候 手腕就會變成這樣 那我想這一點只能夠靠 平時練琴的時候 你多點留意 起碼要知道自己的手腕在做什麼 手腕異形不對 你出來的音準都很容易會不準的 第四個就是 你一定要拿準的音 然後再加油煙 你音都不準 然後你又再加油煙 你以為加了油煙 你以為vibrato是一樣很神奇的東西 或者是好像一樣加了下去 就自動會令手歌或者令樂句變得好聽 其實是沒有這一點的 你不準的音 你加一些裝飾性的東西下去 你只會把本來不準的音 令他難聽的指數是乘二乘三 譬如如果你拉一個C-Sharp 一個C-Sharp 你把它拉成 大家聽到低了 好吧 那是否等於我加些vibrato下去 它就會變得好聽呢 當然不是 或者你的vibrato 可能你都還在學著 但是你節奏又沒穩 音準又沒拿到 然後那個vibrato又是快是慢 你是把幾樣難聽的東西混在一起 結果就是非常超級難聽 所以千萬再說 你的手形要對 對的時候拿準的音 你要很有信心 你按的音 一手指的音全部要準 然後才加vibrato 還要你加的vibrato 不論是快慢都好 記住兩個字 平均 如果不平均的話 是沒有意思的 是沒有用的 不論你的vibrato 你想要快 即是很密的vibrato 還是很闊慢的vibrato 都不要緊 但首先一定要平均 不平均是 最後其實是三個字 用心聽 你要知道難聽的原因是什麼 會不會是力度過大 會不會是那個 左手的手型不對 所以令那個音準不對 所以是難聽呢 又或者會不會是那個節奏不準 你開著拍子機 但其實 都不是跟那個拍子機一起的 會不會是那個節奏不穩 所以難聽呢 即如果你能夠 知道難聽是因為哪一樣東西 佔的比重多些 可能是力度方面 最需要 最大問題 即如果你知道的話 那 自然會有方法的 否則如果你只是知道難聽 但是 你自己都說不出難聽所在是什麼 人家 是 所做到的 是很有限 只能夠每一次 你上課的時候 先生告訴你 這裡有什麼問題 這裡有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 你 是知道 你 先生說的那些問題 你自己聽得出的話 或者先生告訴你 你的手 經常會不自覺推到前面 而你練琴的時候 是很留意這件事 其實你不會一直都是拉得這麼難聽的 你總會 其實我們說 要拉得好聽是很難的 因為大家都有 他自己那個 主觀的 看法 但是我們 要拉得不難聽 是容易很多 節奏穩 音準 適當的 大小聲 其實就已經做到的了 我希望今集幫到你 如果有問題的話 很歡迎在下面的留言告訴我 我是葉兆希 下一集再和大家見面 多謝